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45集 胡永财是多年的老采购了 夏小兰刚进城那会儿就是和胡永财搭上线 通过胡永财的介绍才打开了商都的市场 靠倒卖鸡蛋和黄鳝 夏小兰积累起第一桶金 后来才能去洋城批发服装卖 胡永财一直没啥对不起他的地方 就有一点 夏小兰要在商都租房子 胡永财得到徐仲义的暗示 将他往余奶奶家里引 这也不算啥恶意 起码徐仲义当时让胡永财做这事 就是希望有人能陪陪老母亲 后来事情说开 夏小兰没生胡永财的气 胡永财自己很不好意思 徐仲义改头换面 以港商身份回到商都 又买地又盖博物馆的 也曾想请胡永财工作 都被胡永财给拒绝了 给徐仲义打工 收入肯定比胡永财在市委招待所高 徐仲义不会亏待对方 但胡永财在市委招待所是采购主任 不仅单位是铁饭碗 人家大小算个干部 在市委招待所混得如鱼得水 徐仲义有钱归有钱 胡永财不见的 一定要靠徐仲义提携 夏小兰这次 亲自上门请胡永财跳槽 却不同 还是请他干采购 没把工作性质改变 虽然从工跳丝 实际工作权力变得更大 亚西亚一个大商场 要走多少货 要采购的东西 自然比市委招待所多无数倍 这简直是为胡永财量身定制的岗位 胡永财一下就动心了 当然 他也没把话说得太死 表示自己要考虑两天 从工跳丝是大事 胡哥当然要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胡哥你放心 不管你怎么选 你的决定都不影响我们的友情 夏小兰把话说得明白 胡永财那个感动呀 等夏小兰一走 胡永财老婆都想拿菜刀 把自家男人劈了 哎 你多大脸呀 在人家面前装大头算 亲自到家里来请你去工作 你还不同意 那又不是别的地方 是亚西亚 胡永财老婆默默在心底补充 来请的也不是别人 是夏小兰 如今像他们这样的人 都不好意思叫小夏了 夏小兰不是当初那个农村丫头 不是小个体户 城里人该有的体面 夏小兰早就有了 一般城里人做不出的成就 夏小兰也有 胡永财其实也非常心动 正如他老婆说的 那不是别的地方 是亚西亚呀 这几天 亚西亚在商都 是火得一滩糊涂 胡永财迟疑 并不是嫌弃夏小兰 给的待遇不好 这么说吧 他只要一跳槽 收入能翻十倍 就因为待遇太好了 胡永财有点忐忑 他怕自己担不起 这样的重任 如果在亚西亚做得不好 辜负了夏小兰的信任 那双方的情分 也被毁了呀 但有这么个机会 放在眼前 真的不拼一拼吗 中年男人就这样 既不甘心满足现状 又害怕冒险 这天晚上 胡永财失眠了 不过说是考虑两天 其实只用了一天半 没等夏小兰来问第二次 胡永财就做出了决定 主动联系夏小兰 从现在起 我就得改称呼叫夏总了 就您这待遇 别说挖我一个 市委招待所的小主任 您就是去挖商都 那几家国营百货商场的经理 他们都要心动 夏总 您瞧得起我 我以后就跟着您干呢 胡永财圆滑着呢 既然要去替夏小兰工作 称呼上就不能马虎 不能仗着过去的情分 美大美小 叫别人听见了 有损夏小兰的微信 夏小兰也满意 胡永财的通透 胡永财肯放弃铁饭碗跳槽 还是要鼓起很大勇气的 胡哥 欢迎你加入亚西亚 胡永财很快就在 市委招待所那边办了辞职 连停薪留职都没用 这也是不给自己 留后路的狠人啊 也是真正的明白人 人家就不存小心眼 什么在亚西亚干不好 还回市委招待所去 直接把后路断了 认为跟着夏小兰更有前途 说真的 就算亚西亚经营不善倒闭了 就冲胡永财这魄力 和夏小兰的交情 夏小兰能不管他 看着他失业 肯定不会嘛 当然 亚西亚经营不善倒闭 锅不会丢给胡永财杯 夏小兰也的确会对胡永财同志的 职业生涯负责 前提是胡永财替他工作期间 没有违法犯计 没有大贪特贪 影响了亚西亚的经营 一点小回扣啥的 夏小兰根本不在意 有不拿回扣的采购吗 水质清则无鱼 夏小兰都是今年的老狐狸了 评价手下员工的价值 不是以道德圣人为标准 他自己干不完所有工作 连宋明兰他都能信人 为啥不能信胡永财 胡永财到亚西亚上班后 大大减轻了夏小兰的压力 开业以来 亚西亚的生意一直火爆 货品卖得好就要补货 夏小兰怕别人在货品上坑他 一直对这块严防死守 丝毫不敢松懈 胡永财这个老采购 每两天就理清了亚西亚的货源渠道 为夏小兰分担了大部分工作 夏小兰松了口气 亚西亚的生意就是很好嘛 三天文艺会演结束后 客流量也是慢慢回落的 并不是一下就掉光光 开业半个月 日营业额居然还稳在一百万以上 就那三天文艺会演 宣传成本就高达几百万 可开业半个月 亚西亚的净利润也有两三百万 夏小兰花钱胸 钱花出去了 宣传效果好 把花出去的钱赚回来也特别快 所以 朱岁周不想在商都等消息了 短时间内 夏小兰会把亚西亚总经理的位置 做得稳稳当当 朱岁周只剩下一个机会 能重新夺权 那就是 亚西亚被商都其他几家 国营百货商场围攻 独目难知 夏小兰主动向他求救 就亚西亚如今的势头 朱岁周觉得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他也没想错 商都市几家国营百货商场负责人 为了亚西亚的问题 已经不是第一次聚在一起开会了 诸位发表一下各自的意见吧 我们就放任着亚西亚风光下去 几个负责人互相交换了眼神 又各自低头喝茶 不是他们小心眼容不下亚西亚 商都的市场就这么大 亚西亚的火爆 影响了这几家的生意 就说昨天 明明是周末 客流量却少了好多呢 人都往亚西亚跑了 本来以为文艺会演结束 亚西亚就要老老实实做生意了 可开业三天的文艺会演是结束了 亚西亚仍然没有老实啊 没有了港台歌星的谜谜之音 亚西亚那个不要脸的夏总 养了一批女子仪仗队 每天早上都在亚西亚门口 搞升旗仪式 那些大长腿踢着正步 刷刷刷走过二期广场 不仅要唱国歌升国旗 还有列队表演 别说商都的普通市民 就是他们这些同行 偷偷去看过几次 每天的花样都不同 内心充满了期待 想知道亚西亚第二天 又会表演啥节目 把顾客的心勾住了 满心满眼都是亚西亚 整天谈论亚西亚 都往亚西亚里凑 情愿绕远路去亚西亚 看表演加购物 也不愿就近选择 其他百货商场 亚西亚 这是要逼得大家没活路啊 紫荆山百货的负责人 脾气比较大 是几个负责人中 第一个没忍住的 不行 再放任亚西亚 死无忌惮地拉走顾客 我们几家 以后都是捡人家 剩菜剩饭吃 你们谁也不愿意 先站出来当这个恶人 那就我来当 是降价还是别的方法都行 我们得把顾客重新拉回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